台中市施工中的乌瑞区光电篮球场 在29号下午发生了光电棚架倒塌的公安意外 而现场的南侧整座篮球场 10公尺高的光电棚架 疑似上方的太阳能板过重 从中折成了两半倒塌 幸好当时是工程的休息时间 所以现场没有人员伤防 不过是一员吴琼华要求运动局 应该尽速的理性责证 并全面检查台中市的各项光电棚架安全 切莫让意外再度的发生 铁皮屋顶直接断裂对整成V型 停在篮球场内的一部箱形车还差点被压变 当时施工中的乌瑞区光电篮球场 29号下午发生光电棚架倒塌公安意外 议员吴琼华要求运动局尽速理清责任 这个设备如果说要搭配可以 可是这次运动场馆还好 那个时候没有人在运动 不然可想而知 为什么我会提到每个局处都有 尤其教育局我们接触到学生的场馆很多 高学免定球场免定 万一在学校这个可是很严重的 所以是不是在各个部分 我们应该要加强 既然发生没有关系要检讨 要注意不能再让事情发生 现场人员指出 露天球场正在施工改为风雨球场 约有两个全场篮球场面积 要加盖铁皮屋顶 屋顶上设有大量的太阳能板 至于是否为之架不足等原因导致塌陷海带调查 而议员也呼吁后续必须全盘检测 避免意外 所以我们已经严格要求厂商要依照他原来的设计 以及现场和祭司查核之后的报告 来做尽快的处理 那现场现在我了解的是 已经继续在现场进行裁除作业 然后想我会尽快 而且会持续来追踪 把这事情来做一个圆满的处理 以上报告 运动局表示事件发生之后 已经立即要求厂商现场进行封锁 以及安全为主措施 后续将针对这次公安事件 厘清厂商责任 要求全面检讨事工改善 这样综换台中采访报道